天眼夏日 呼醒了林间的小生命 开支小摩托 穿越山野小路 和我一起去拍摄 微观世界里的小吉民吧 我们到下面这个小布看一下 这里夜晚有很多种窝泪 现在是白天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什么小虫子 好吧 什么都没发现 继续往前 大黄 你走慢一点 今天不是跑步 进入森林创险模式 看一下哪里有虫子 有发现 发现第一只虫子 当然它不是昆虫 是一只盲猪 看一下它有多少条腿 12345678 跟蜘蛛是一样 也是八条腿 就拍它吧 太暗了 就拍床子的话 经常要小一点的光圈 不然景深太浅了 所以就算有太阳 我也会开到800 或者是600的感光度 真逆光效果还是挺好的 蚂猪跟蜘蛛算着近亲吧 是属于猪行感蚂猪木 它跟蜘蛛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们的脚都很长 并且只有两个单眼 视力很差 都是靠它们的大肠腿 一边探路一边走 然后取食一些 节肢动物的一些小尸体 路段视频 然后再换个角度拍一拍 从上往下拍 可以看到整个蚂猪的体型 低角度拍摄 刚好有逆光的效果 夜整通透 早上的阳光透视在森林里面 然后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早起的原因 看到有发现 城市的蚊子 拍给大家看一下 很漂亮吧 我们在野外看到这种很大的蚊子 它的种类有很多种 但我们都叫它大蚊 就是看到它不用太惊慌 它不会吸你的血的 因为它以化以后最多就吸一些水珠 就等着找男朋友女朋友 交配完以后就死掉了 走吧大蚊 我们继续找虫者 有发现是一只夜甲虫 别跑啊 等一下啊 别跑啊 啊 啊 跑了 早知道就先拍一张 旁边有另外一只小虫子耶 只是一看 原来它是一只鸡蜂 也是属于寄生蜂里面的一种 寄生蜂还是挺好辨证的 它们腹部长一条很长的长龙管 这条长龙管对许多猫猫虫 还有一些蜘蛛来说 就是噩梦的开始 这个树叶抖得太厉害了 结果它一直晃一直晃 那景深很浅 虽然我手持拍摄很多张都是焦点没有对到 再多几张吧 这张还不错 啊 蹬低一点来拍 好 阳光助我一臂之力 内光效果 叶子的叶脉 还有季风 都有种精灵剔透的感觉 好吧 去找别的小虫子了 拜拜 拜拜 有只猎村一直在跟我捉迷藏 猎村可是个剑斗尸 它腹部下藏了一把很长的剑 用来捕杀一件小虫子 哎呀 回到别的地方去 看我能不能拍到你 拍不到 它躲起来了 大黄 你有发现什么吗 哎 是一群小虫甲 正在追逐 豆齿的齿 甲虫的甲 因为它长得很像我们吃的齿豆 然后它又是甲虫 这话就像一个小型的快艇 可以在水面上快速穿梭 而且它还长了翅膀 有需要的话 它们还可以从水面飞起来哦 它们的动作很快 所以我用摄像机的高脸模式来拍摄 慢动作回看的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它们是在交配啊 用正常的整理来看 哎 它们不止游得很快 半四也很快哦 熊的爬上去 然后半秒钟就下来了 哇 拍这么多的齿甲 第一次拍到它们在交配的场景 这么好的机会再拍到几张照片 快门速度要快一点才行 它也在动 而且用手动对驾 过来 走开啊 哎 走不来了 跑来跑去的 然后有时候晒到了太阳 有时候又没晒到 所以我用TV档吧 半这种曝光 加一点曝光补偿 这样的话它怎么跑都是可以拍到的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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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黄一直在叫 原来是来了另外几位 这样适应爱好者 他们正在拍着豆娘 我也学他们换个长脚镜头来拍吧 很漂亮的一只豆娘 它的学名叫黄奸华中松 拍了一张 然后它就飞走了 好吧 到前面一点去看看 哎 这里又有一只豆娘 赶紧拍一张 不要过来 大黄 大黄 你吓到我的冲了 没事 再等一等 它会回来的 哎 哎 那里又一只 在前面 靠近这种小豆娘 要很慢很慢的靠近 哦 瞬间打脸 飞走了 哎 它回来了 对它飞走以后 等一下会回来了 耶 拍到了 我们来看这一只豆娘 这是一只成年的烟测历史虫 成年的熊体呢 它身上会有一层白色的灵粉 走吧 看那里又有一只 看 这一只 这也是熊性的颜色历史虫 哦 它是青少年 刚羽化不久 所以身上还没有长起那一层白色的东西 拍一张照片 看清楚一点 哎 不错 把照片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看起来真的很像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豆娘 哎 两只豆娘好像在打叫 哦 一只干羽化不久的烟测历史虫 飞到了这里 然后一只成体看到了 就飞过来 直接把它赶跑了 看到吧 年轻人都不好混 哎 刚才那几位这样摄影爱好者好像又发现了什么 走大黄 快一抽个针 这是山谷里的一个蓄水袋 大黄站在这上面 虎式下方 好像说这里都是他的底盘 刚才好像有一只虫子飞了过来 落在那植物上面 走过去看一下什么 哦 原来是长了三个尾区的一只浮游 很漂亮 我要换上我的微距镜头来拍 哎 他怎么换了一个姿势呢 这个姿势没有刚才的那么好看 好吧 记录一张吧 差强人意 走大方 一只正在吸那个草的枝叶的一个磨铲 很小 忘了手对比一下 然后旁边是一只猎村很小的猎村宝宝 但实在太小了 哎 哎 走到叶子下面去 双手 我想到我带的微距散光灯 还没用到呢 光又出来了 感觉又不需要这个 装上来拍两张 总不能带出来 又不用吧 哎 光感还挺好的 这个就是用双头散光灯 加上柔光板的效果 突然想到了 带了另外一个东西 还没有用上 就是真巨菌 拍这种很小的小昆虫呢 微距镜头 有时候的放大倍率都不是很够 加一个真巨菌 拍近一点 OK 哎呀 风吹的一直晃来晃去的 现在拍的距离可以近很多 但是有风吹的话 它就一直在摇晃 算是焦点了 很难把控 哦 近一点的话 可以一旦人家看起来 更加毛骨爽蛋 嗯 我想到我另外一个东西 还没用上 装了三脚架 因为现在有太阳 我想用这样光来拍 但这样光拍一句的话 特别拍这么小的昆虫的话 上三脚架会好很多 好吧 OK 现在上了三脚架 然后加了真巨花 我们来看一下 用这样光拍的效果 看光出来吧 太好了 做出时机 夜子很通透的感觉 江光拍的景深比较小 但是看着观感比较自然一点 好吧 不拍这个猎村 拍这么多 大荒你饿了吗 都不理我了 哦 快摔一点 往回走吧 大荒 大荒 摩托车在那边呢 过来 回家吃午饭了 那今天上午的自然探索 洞就到这里 微距视影的魅力在于 让我们慢下脚步 去体验大自然 去观察大自然中的 这些小精灵们 让我们在工作之余 找到内心的一片小天地 我是大鱼游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点个赞 那么我们下一次 再一起去探索大自然吧